從車站內 沒,我要把它調到最強 最大的軟硬弧去感受 然後再把它調到最弱去感受 你都知道軟硬弧是幹什麼的 這個東西啊,一般我喜歡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打開,我又不是在密閉小姐房間跟高峰座椅 你是萬一如果拿去外面試用的話,還是要開門? 哦,當然當然,外面試用 對對對 對對對 哦,4.9了 我會用功的牛,不要怕濕,這樣嗎? 因為要5.0,一般都要用到 現在電流是開最大,要用5.0換條 你這樣子有試到嗎? 哦,那現在換軟一虎,把它調最大 你這樣子試試,沒有辦法試出來才對 看它的鐵水啊,感覺怎麼樣? 它變大 有沒有變大,鐵水感覺變大 沒有,它的強度有變大 滲透了,滲透的部分就是比較好 比較硬 它那個不是變流,變大 不是變強 它現在把那個軟一虎把它調最小 它現在把軟一虎把它調最小 起弧的部分很好起弧 你如果是用到別人的可能會覺得很土 那個起弧會太好起弧 你這根5.0,你把它焊完沒關係 我現在把那個黃線機關掉好了 黃線機關掉好了 黃線機關掉 哦,一空就起弧了齁 你們台南來待會要去台中哪裡玩? 還沒決定 哦,還沒決定 那今天禮拜日我們服務好不好耶 好啊 好啊 你有那個不修幫忙嗎? 白鐵仔的焊條 哦 哦,你會怕白鐵仔的牌量嗎? 白鐵仔的焊條一定會比你原本交流的好焊 這個差不多多少 你要漢堡嗎? 嗯 漢堡 這一塊0.3 來 你拿那個焊條那個是國大的 2.6 2.6 這個 0.3 你油票開始拿一下 老闆,看看 0.3 0.3 好啊 0.3 所以2.3,這樣2.6就可以嗎? 對啊 可以 腳會破 啊,你就是 你用腳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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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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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 可以 我 舒服 他故意去讓他起伏的 以電流來講 14 他現在調14A 以電流來講的話 他調若是 大於電流 就會起伏很不好起伏 現在就是電流會非常小 你會起伏不要起伏 這個就是技術了 以這個那麼薄的是 應該要用1.0的白鐵焊調 或者2.0的 1.6的 我們白鐵焊調 我們也有1.0的 1.0的這個 比較特殊 比較貴 2.0的不錯 對啊 但是他可能會掉 你 哎呦 有夾緊耶 那你就是沒有夾勾草 電流現在開14A 你現在起伏 Q Q 要不要再強一點點 不用不用 哦不用齁 不用齁 Q Q Q 現在這個1.0配0.3的薄片 以電流來講的話是要再強一點點 但是也可能比較會破 油粉技術很好 你吃什麼大口 你吃什麼大口 你吃電鍋大口 我海縣這邊的台語 可能會比較聽不懂 這個正在補這個縫 你若是有經常要補這個縫的話 是建議要用CO2 但是你沒有每天的話就沒有必要了 CO2就是可以更好補 更不會破 比較不用激素 CO2要不要待會順便給你玩 沒有氣體跟有氣體都可以 他中間有一個洞 我有看到嗎 待會他要順便體驗離子切割機 他沒有用過離子切割機 離子切割機有買沒買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有義務讓人家免費體驗 試試看 你一般都沒有焊這麼薄的吧 一般都買0.5 1.0.5 1.0那個範圍 因為現在是0.3 0.3會更不好看 現在地流是14安培來講的話 你這樣是蠻適合的 差不多 那個洞那麼大 你把它補起來了 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這個剛剛沒有講到 這個齁 必須要 插入後 往右轉緊 往右轉緊 看見是直接等 對啊 那你若是這個 要把它推破 剛剛我們有說的推破 你就是都把它調最大 然後把它用這個密接法 密接法 對調 對 對 對調 要判破就是要把它密接 對啊 那這樣子你點故試完了對不對 要再試嗎 哦不要 5.0的跟1.0的都是綁一的啦 啊我 我這邊呢 我跟你講 哦你試完了我們這個 哦這兩條 這兩條的部分啊 我們就是 用這個 脫皮 然後有 拋洗 哦 所以你可以直接 接在 上面 哦 然後 這個兩條 你不要問我說 啊我要這樣子 還是要這樣子 哦 這樣子 跟這樣子 沒有差 哎 哦 你拿摩打 馬達 馬達會有差 馬達有這個正反轉 讓我看看 對 對 麻煩了